感謝主 我們今天晚上要在這邊 跟大家一起學習的是 南朝雅薩王的禱告 在六月份的時候 我曾經跟大家分享過 南朝猶大王雅薩 他是一個好王 因為距離差不多快一個半月了 我想大概稍微再提一下 他是南朝四五個好王之中 其中一個算是很不錯的王 在歷代治下的十四章 一直到十六章 用了三章的篇幅 在敘述他的事蹟 十四章裡頭 他有給他一個評語 因為歷代治 他是以信仰的角度來講 所以評論一個君王的好或壞 大概就是看他對神的態度 崇拜信仰的角度來分析他 我們看一下歷代治下 十四章 歷代治下十四章的第二節 在舊約五百五十一頁 歷代治下十四章第二節 亞撒行耶和華他神眼中 看為善為政的事 然後接下去就是講他一些做的事情 為善為政在聖經裡頭另外給一個王的評語 也是這樣子 那就是西西加王 所以除了西西加王 第二個就是亞撒 第一個就是亞撒 第二個就是西西加 都是用為善為政的 善就是好的 對的 正就是正直的 公義的 公正的 所以可見他行事為人呢 就是做對的 好的 正直的 公義的 這就是神喜悅的人 那他做的一些事蹟呢 就是在他出任期的十年呢 國中太平的十年 然後他做了一些宗教的改革 除掉這些 除掉各地的一些拜偶像的壇 還有打破那些柱像啦 木偶啦 再來吩咐這個猶大人呢 要去尋求神的律法 要回歸神的誡命 然後在猶大的各成義呢 也是大舉的破壞他們那些日向 秋壇 這個都是神所喜悅的事情 之外呢 他又大興土木 建了好幾座的堅固城 鞏固國內 另外也鞏固邊坊 設了很多的堅固的城牆 所以他這邊提到國中 短短的幾節裡頭呢 十四章就一直提到他國中太平 因為耶和華使他四敬平安 所以這對一個統治者而言呢 是非常重要 對老百姓更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風調雨順 國家太平 然後百姓可以安居樂業 所以在那個十四章的一節呢 一直到那個第六節呢 都是講他的一些好的事蹟 除了這個之外呢 他的軍備也是非常的強盛 從便雅明出來的有二十八萬的軍兵 拿盾牌 拉弓的 這個盾牌是比較小的 那從猶大支派呢 出來的也是拿盾牌 這種盾牌是要兩個人抬的 也是一種征戰的 那這有三十人 所以光是他的軍兵加起來是五十八萬人 但並不是烏合之眾 這邊講的都是全能的勇士 所以在他即位初期呢 一切都是非常的好 就在這個時候呢 這個古時王謝拉就率領了一百萬的軍兵 遠征軍 遠從埃及那方面 還有那個馬車呢 車輛呢 三百輛 所以我們想想 以一百萬來對五十八萬 這是一個非常懸殊 幾乎只有一半軍力懸殊的一場征戰 那雖然這個雅薩王他有這個大能的勇士 有五十萬的 五十八萬的軍備 可是這麼樣大的差距 對於一個統治而言 他也是會擔心害怕 所以他在很急難當中 他做了一篇很好的禱告 這個就是在第一章 第十四章十一節以後所記載的 十四章十一節以後所記載的 那之前我有提過 他這個雅薩王的祈禱是在信仰上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篇的道理 那我們在舊約可以看到有很多君王的祈禱 都是很有名 那其中這個雅薩他是奇異 那我們簡單地敘述 他這個就是因為他這個禱告 非常地懇切 所以神就出手 讓這個古石元真君呢 就是大敗逃跑 完全潰散 之外呢 這個雅薩呢 他還一路攻到那個基拉爾附近的城居民都很害怕 然後他也破壞了那邊的一些城池 甚至掳掠了很多的戰利品 所以使他大勝而歸 就在他大勝而歸的時候呢 神的靈感動一個先知叫做亞莎利亞 這是開始十五章 就是 不是以亞莎來講 對 亞莎利亞 神的靈就感動他出來 給他提醒勸慰 叫他不要驕傲 一切要順服神 就是再次的耳提面命 先知這樣子跟他來講 所以 我們說很難能可貴的是 亞莎他在國中太平 然後又爭戰大勢勝利的當下凱旋而歸 他完全不驕傲 聽從願意順服這個先知 所跟他耳提面命的話 那 他跟他講什麼呢 他 我們看一下十五章的第三節 你們若順從耶和華 耶和華必與你們同在 你們若尋求他就必尋見 你們若離棄他 他必離棄你們 然後看第七節 現在你們要剛強不要手軟 因為你們所行得必得賞識 大意就是 就說要鼓勵他們 就是要勝利的時候不要驕傲 拜的時候不要氣餒 凡事要順從依靠神 要剛強要壯大 不要手軟 神必定會痛才會賞識 用一番很激勵人心的話 來勸導他 那感謝神這個亞莎 他能夠聽得下去 我想這相當不容易 因為作為一國之君 又在凡事一片看好 戰爭順利的時候 他能夠聽從這個先知的話 因此呢不但聽從 他又再一次做一次 宗教的改革更為徹底 不只再一次吧 因為畢竟幾百年下來 他們那種拜偶像的習俗 是跟從當地的外邦人 雜據的外邦人 並不是那麼容易清除 所以經過這個爾提滅命之後呢 這個王亞莎王又再一次做一次 更徹底的宗教改革 也是把那個偶像什麼都清掉 然後又重修神的壇 耶和華的壇祭壇 另外呢就是召聚 全國的一些人到耶路撒冷來首節獻祭 跟神力曰立世要盡心盡意 來敬拜耶和華跟從耶和華 所以就說整個情景都是非常的好 就四敬平安 更重要的是 他有膽量扁了他祖母馬家的皇太后的位置 因為他是一個敗偶像的一個太后 他就不畏這個強權 也不畏著他是長輩 因為他做的不對 行的不正 那個影響百姓太大了 在上的如果沒有好的示範的話 上量不正下量 所以他非常 因為神免力藉著先知告訴他 要剛強壯膽 不要害怕 所以他心中滿有力量 就不為這些現實的阻撓 也不去畏懼得罪他這個阿嬤 所以就把他貶了這個位置 皇太后的位置 所以這個神也是很喜悅 因此在十五章十九節就提到 從這時直到亞萨三十五年都沒有爭戰的事 所以可見他從即位一直到這個三十五年 前十年是非常的太平 後二十年雖然有大爭戰 但是靠著神得勝 然後他願意接受先知 以利亞撒的勸勉 就行了很多改革的事情 所以這個讓神非常的喜悅 就忽悠他一直到三十五年 即位上都沒有 國中都很太平 感謝主 那之前我有提到說 我們人怕就是 越贏則虧啦 隨滿必會漏 會開始走下坡 如果不知道謹慎的話 這個亞萨呢 這時候剛好又碰到一件事情 北國跟南國時常分裂以後 時常有爭戰的事情 這時候就碰到北國國王巴薩 就來攻打他 照理相較之前 那個古時那個征戰來講 這一場征戰應該是在各方面 不像古時那個一大票軍兵 應該沒有規模那麼大 可是這時候他居然很害怕 他忘了去依靠神 他竟然去依靠這個北方的亞蘭國 變哈達王 不只是依靠他 還想辦法賄賂 不是用自己的錢 而是把神殿裡頭的金銀財寶 還有王公裡頭福庫的一些錢 都拿下來收刮 然後去送給賄賂這個變哈達 求他來攻打以色列北方 解這個南方的燃眉之急 變哈達當然很高興 平白無故就拿了那麼一大堆的金銀財寶 所以他就供取了很多北朝的一些 很重要的一些大臣 好 雖然解了燃眉之急 可是這個事情神很不高興 就藉著一個先知叫哈拿尼 就來責備他 就跟他提起說 你前一次的征戰 跟這一次的征戰 兵力是這樣的懸殊 那你的態度 之前你是會依靠跟神求救 可是你這一次卻是用賄賂的方式 然後來去求靠於人 並不靠神 你忘了神這個權能跟之前給你的恩典 因此神不許悅 以後你必征戰的事永沒有了 而且就是你這個事情行得太愚昧了 那就講了一些不好聽的話 亞薩聽到他的態度 我們最怕就是達到高峰的時候 他忘了之前種種好像變了一個人 可能權勢也有了啦 財富也有了啦 國家太平啦 沒有建成在旁邊 史上跟他耳提念命 所以這時候呢 他居然就開始老羞成怒 不只就說變臉色 而且還把這個哈拿尼 就是把他關起來 下在街裡 然後跟他相關的一些人呢 也被苦待 所以他這個事情是前後判若兩人 那聖經在記載呢 亞薩座王到39年的時候呢 他腳上神的懲罰臨到 他腳上有病 就是很嚴重啦 然後這時候更糟糕的是 他完全不會依靠神 就是不靠神而去求告醫生 這個醫生很有可能 有的資料是說求告無醫 就是去求神拜佛 拜鬼的那種無醫啊 而不是那種正規的那種醫生 他連正規的醫生都沒有求告 更沒有求告神 因此呢 這件事情做得非常的愚昧 非常的對不起神 因此他後來就這樣子 就死掉了 但是他雖然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以神的角度來看他 聖經的評語 他雖然有過錯 但是神對他的恩惠還是沒有離開 因此在他的喪事 他死後以後 百姓還是用那種 對很好君王的那個規格來對待他 在他的墳墓上堆滿各樣的辛香的香料 這就是他們以色列人對那些有功的君王 好的君王的一種禮對的方式 禮待的方式 所以大概我們在六月份 我們在六月份講這個雅薩王的事跡大概是這樣 今天我們要來講他這個在對古石王爭戰的時候 在兵力將懸殿殖的時候 他的祷告 好我們看一下 历代之下的十五章 十五章 十五章的十一节 亚撒呼求耶和华他的神说 耶和华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 胜过强盛的 耶和华我们的神啊 求你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仰赖你 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 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 不要容忍胜过你 于是耶和华使古诗人 败在亚撒和犹大神面前 古诗人就逃跑了 一下我们就省略 虽然这边只有短短的几节 但是我们今天就是来探讨 虽然这是很久以前的事迹 但是我们时常时空背景不一样 但是碰到的事情也不见得相同 可是我们的心境 我们面对的一些患难时候 我们的恐惧金黄 我们的软弱 其实都是一样的 只要是人 都是有我们胆小的一面 那他在碰到这样子的时候呢 他抓住了几个要点 第一个他知道他自己是软弱的 我想这个很重要 我们在很刚强的时候 通常都会靠自己 以为自己凡事都在自己的掌握中 所以好像依靠神的心意 依靠神的好像那种就比较少了 但是这个亚撒呢 他知道自己虽然贵为一国之君 也有五十八万的这个大能的勇士 都是训练有数的 可是他面对这个强敌 他还是战战兢兢 所以他知道自己的软弱 知道自己的软弱 然后呢 第二个 他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在创世纪十八章到十四节 十八章十四节那边 很有名的例子就是 亚伯拉罕在七十五岁 在九十九岁的时候 神都有向他显现过 而且答应他说 他在九十九岁的时候 神也有再次跟他显现 然后应允他说 到明年这时候呢 你的太太 萨拉要生一个孩子 那他当时不信 甚至偷笑 跟他的太太 就是偷笑 所以在十八章那边 神有告诉他说 在神岂有难成的事情 然后我们看一下 耶利米苏三十二章十七节 耶利米苏三十二章十七节 十七节 十七节 在新约 旧约九百二十六面 耶利米苏三十二章十七节 主耶和华 你曾用大能和生出来的绑壁 创造天地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感谢主 所以他很坚信 他的祷告之前呢 他的心中就有这样子的信心 他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 神用他的能力 用他的绑壁 他的种种奇妙作为 创造了这些天地 让一切的运作都非常的有秩序 所以对于要赏识给亚伯拉罕跟撒拉有孩子 那更不是困难的事情 那因此呢 果然在亚伯拉罕一百岁的时候呢 神就赏识他那个一个孩子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跪下祷告的时候 通常我们在信仰的初级刚接触到了 有时候都会想说 听人家见证 祷告很有功效 那你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你也想说好 那就祷告 可是你的祷告 有时候我们的信心不够 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我们多少会存在说 先祷告看看 然后其实自己有时候还会留一点后顾 可是这个以撒呢 他是绝对的相信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 所以我们刚刚念那个历代之下 他的祷告 我觉得他一直呼求那个耶和华 所以我们刚刚念到十四章的十三十一节 因为他相信所以呼求 他愿意马上就呼求 然后第三点 耶和华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 中文是这样子翻 可是在英文版本有些是讲 不论强盛或衰弱 你都会帮助 中文是翻译 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 也对啦 但是好像意思没有那样子全面 就说不管你是强盛或衰弱 如果坚强或害怕 神都会同在 我觉得这个含义更 更广阔 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 在读经 我们不凡可以参考不同的版本 可能那个意思可以更 更充实 所以他讲 不论强或弱 你都能够帮助 对神而言 不管你是强或弱 刚强或软弱 多或人数少 都不是问题 神要的就是你真正愿意 跪下来呼求他 依靠他这个心 神要帮助你 并不在乎你是在怎样的状况 而是在你的信心 是不是真的完全放下来 愿意跟他求 这个才是重点 在四诗纪 我们都知道 七章二节那边有提到 积淀他要去攻打这个米殿 当时米殿的全军是三万两千人 然后呢 积淀呢 他最后是以三百人 对不起我讲错了 那个 他本来是带领了三万两千人 要去跟米殿对打 但是后来神说太多 这样不行 他就拆遣了两万两千人回去了 到最后只剩一万人 神跟他讲还是太多 因为当时他面对的对方呢 是有三十万的军兵 我们想一想 以一万来对三十万 应该是比例非常 也是以寡击重啦 神怎么还会嫌他太多 因为神唯恐 人就是说 万一就是如果打圣的话 会自夸 说是靠自己的能力 哇 我好厉害 都是用这样子少数 可以击溃对方 所以神要他再筛选 所以后来才会有说 让他们跪着来喝水 或者用水捧着喝水来试验 如果用水捧着喝水的 这个三百人才是神要用的 最后居然是以三百人 然后来击溃对方三十万人 这个在我们人的想法 好像不可能 难上加难 可是神就是用他的大能绑毙 用很奇妙的方式 吩咐他要怎样 然后神助 就使得他 真的就以三百人 就击溃对方 所以 刚开始他并不是以三百人 而是三万两千人 即便是三万两千人 去敌对三十万 也是十分之一啦 可是 后来居然是以三百人 去打败对方 所以让我们知道说 神要帮助我们 真的 不是说 你有多或少的问题 不是你的物质 手握的有多或少 不是 而是纯粹在于 你愿全然的依靠的问题 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九节那边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看一下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 在新约的两百五十八面 新约的两百五十八面 十二章的第九节 就是讲这个保罗那根刺的事情 为这事 我三次求过主 叫这次离开我 第九节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这个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一个经节 保罗他曾经就是不断地 为他让他很痛苦的赐 来求神 但是神一直没有除掉 所以这是神的旨意 神认为不需要 以前我不太能了解 我们有信心求靠 为什么神不帮我解决 那是我们片面人的想法 慢慢经过岁月的历练 有一段 有一个时段 我也遭遇很多的患难 我都觉得好辛苦 这个黑暗的隧道 不晓得什么时候 才会让我看到那个小小的亮光 才能够走到尽头 碰到的一切愁烦的事情 一切让我身心疲惫的事情 好像雪雨风霜 在那个西伯利亚一样冰天雪地 永远没有春暖花开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我真的是不明白 神为什么不帮我解决 我也是祷告 可是感谢主 经过事过敬迁 我才会觉得说 感谢神 其实那些种种的患难 是一个地方 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 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 当你走到没有路可走的 那个点的时候 你在那里就遇见神了 那个就叫做患难 所以有时候 以前我会认为患难是一些事情 一些经历 一些让你痛苦不堪的 心心疲惫的一种一个空间时间 感谢主 我现在觉得说 其实那是一个地方 因为只有在那个地方 你自己也没有能力 别人就算要帮助你 非常的有限 也许一天两天 也许一小段陪你走 不可能一直在你身边 但是你在那个地方 你领受了别人的好意 善意 感谢主 你谢谢他们 可是终究 你还是要自己一个人去面对 前面一片惊奇 一片的暗无天日 一切的心灵忧伤 感谢主 可是就是在那样子的地方 你真正真正会靠神 那就是真正遇见神了 然后你才会 抛下自己所有的 所拥有的 你会觉得说 一切很无奈 你拥有一切 也解决不了的时候 你愿意诚心来求告主 所以那时候 神就会让你一步一步 不一定是 当时的情况马上解决 也许让你的心境改变 也许让周边的一些事情 慢慢有很微妙的变化 所以或者 从外观而言 这个患难还是在 可是你的态度 你面对它的那个勇气 那个力量 你承受得起 你患难还在 可是那个好像感觉完全不一样 你觉得一片大好 你开始能够喜悦 所以 有时候我会觉得说 这个患难 就像保罗的刺 神怕我们骄傲 所以时常时常 一波一波一波 就是因为要爱我们 怕你骄傲 怕你离弃 怕你不走他的路 所以他的旨意原来是好的 我记得以前有见证过 我刚结婚的时候 还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那先生他是一个很安部就班 我只要不对 不合道理 他都会引经据典 用那个圣经道理 来开导我 我不觉得开导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好大的帽子 刚亏把我压得不能喘气 就好像戴了安全帽 我也不能反驳 我知道那是道理 怎么能够反驳 可是我被戴得很心不甘情不愿 可是经过很长的岁月 我现在回想 感谢神 因为有家人愿意以爱心 用这个帽子里来抠住你 就好像两条轨道 就是因为有那个界限 我才不会预知 人在不同阶段 有很多不同的软弱 年少有很多血气方刚 不同的脾气 等到中年也有很多 面对很多的引诱 甚至到老年也有很多软弱 有的很贪 很爱计较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道理的轨道的话 我们很容易欲举 所以有时候这种 不顺我心 不顺我意的这种种 在你软弱的时候 你觉得那是一个束缚 那个是一个患难 那个是让我很痛苦的 可是当我们回过头来看 感谢主 其实这是一个神 很好的美意 所以如今 我也许还是会碰到患难 但是我就觉得说 感谢主 神一定有他美好的旨意 你知道那个患难 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 所以你这样子想 你那个态度 很多心境 真的是不一样 比较能够心平气和 然后会觉得自己 也不用去跟人家诉苦 就跟神说 神啊我好可怜啊 你要赏赐我力量啊 我就觉得说 这样子的祷告 好像跟神的距离 可以更接近 所以我现在都自我而勉励 患难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 让我在我走投无路 无路可行的时候 就在那个点上 就在那个地方 我才能够遇见神 我没有走到患难的时候 没有碰到我遇不到神 感谢主 那是我一个体验 所以呢 保罗 他虽然这个刺让他很痛苦 有人说这个应该是他的眼疾 他眼睛有毛病 他从来没有好过 可是就是因为有这一根刺 神的能力才能够彰显嘛 你如果两个都很强 强对强 就没有显不出神什么作为 你如果什么都依靠自己得胜 你就不会去感觉神多在复辟你 所以他这边讲到 神的能力是在我的软弱上 得到彰显 然后因为我的软弱 神的能力才可以复辟我 所以我觉得这个经节讲得非常的好 那再来呢 我们提到这个历代之下十四章呢 他一开始他就呼求神 英文版是神啊帮助我 就是神啊救我 这个意思 它是一个极短的祷告 就好像这个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节提到 这个彼得他看耶稣走海面 他也要跟学主耶稣走 所以主耶稣说好你来就也在海面上走 可是他一看见 那个重点是他看见周边的风浪很汹涌 他马上害怕 心心失掉 所以就下沉 他一下沉的当下 他马上呼求 是一个极短的祷告 神啊救我 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必须学的 有时候我们对神的祷告 当然能够讲得很优美是很好 可是有时候我们讲很优美的词句 是在一种堆砌辞照 优美的辞照 在堆叠啦 未必百分之百你有那个信意 当然是要用很好来歌颂神 是没有错 然后最重要呢 要心诚意真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祷告 也许你跪个五分钟 也许三分钟你是魂游向外 想东想西 那个都不是好的祷告 可是他这个祷告是极短的祷告 神啊救我 是倾注全力 火力十足 全部赖给神 所以他的功效极大 就像那个彼得一样 所以有时候我在想 我们当然要学习一个很优美歌颂神的美好的词句 那个不是不好 但是我们在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要有全心全意的心思意念 要完全符合你的祷告的词句的内容 那如果不能够这样子的话 也许我们有时候碍于时间 碍于客观因素 或环境 种种问题 我们未必能做一个很长很优美的祷告 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 或者一个很白话的祷告 也未尝不可 重点是 你有全部放在身上 就算很短 神啊救我才四个字 所以我就想象说 祷告要蒙神垂听 不一定说要多长 要跪半小时 非要进食不可 有的人他是进食没错 可是他进食在干嘛 东西也许看电视 做自己的事情 那也许 古时候他们进食的用意 因为他们古代人 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 他煮一餐饭 可能要花费很多的心时间 要准备很多很多东西 身心俱疲 好不容易才有一顿可吃 因此他祷告时间就少了 那我们去参加一些讲席 那个传道就跟我们讲 因为有这样子的背景 所以他后来讲 禁食呢 就是要把这些时间 用在世俗上 属灵物资 为了不度付 饱足的事情 忙碌的时间跟体力呢 我们把它节省下来 就好好进食 你进食就不要去忙那些嘛 把这些宝贵的时间体力 你就用在全心 跟神来沟通 跟神来接近 这才是重点呢 那有时候 不要说别人啦 我自己有时候说是禁食 像我们四五月份说 为那个疫情禁食一个月的时候 感谢主 我也是勉励自己要禁食 可是有天天说能够百分之百全心全意吗 我自己很常会讲 如果是要不留神就浑游向外 是有维持说每天一定禁食多久啦 但是未必能够在那个 也许半小时 也许一小时 未必能够真正全心全意 就是在神的事情上 没有 那所以我就觉得说 对于那个禁食的概念 对全心全意来祷告这个事情 很有必要让自己再来调整 所以这边提到 它现在是一个很简短的祷告呢 它却是用尽他的全部 所以是一节呼求耶和华他的神 所以你看刚刚我们念过 每一节都是耶和华 耶和华 好像就是在跟一个很亲近的爸爸 爸爸你要怎样 爸爸你要怎样 一直叫对方 你可以感受他那个迫切 所以虽然是极短 却是一个很迫切 很全心全意呼求神的 我们看一下诗篇118篇第五节 诗篇118篇第五节 在旧约746面 第五节 我在疾难中求告耶和华 他就应允我 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 感谢主 当我在看这个经节 我就好感动 我们通常都是 平时也会祷告 也没错 但有时候会沦于那种惯性 然后只有我们有时候碰到很紧急的 或者很大的患难的时候 这就是急难啊 很紧急或者很大的患难 求告耶和华 他就应允我呢 所以他这边用一个很简单 很平时 最容易让你了解 他没有什么 他平夫直述啊 他没有用一个很华丽的 很隐约的 没有 他就应允我 知道吗 很安慰 然后接下去更好的字眼 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耶 那个不是指物质上的那个很广大的空间而已 不是 让我也许在心灵 在很多方面 让我如鱼得水啦 自在啦 很悠闲啦 可以这么解释 是一种心境的转折 一种整个 怎么讲 可以整个大环境 或者也许就是你信仰的一个 更上一个阶梯 有时候你在信仰上 你会觉得 你好像走在一个很窄小 很不好蹬的那个阶梯的路上 可是有时候你到某一个阶段 你的信仰 你觉得 这个信仰对于我太好了 好像让我居住在这个豪宅里头 左右逢源 后面又有花园 在教会里头 你会觉得说 好像可以看到百花齐发 百鸟齐鸣这种感觉 其实那是一种心境 就是一种宽阔之地 所以我们一旦懂得呼求 祷告 全心全意 神不止应允 不止应允 还把我们带到宽阔之地 感谢主 那就是让我们已经 更上一个一层楼 更上一阶梯了 我们看到的眼目所及 已经不再是过去的 你在身处患难 那个当下 那个急躁的那种感觉了 所以我想这都是我们必须要追求的 好 再来 他知道仰赖等候神 他求神帮助 然后他一祷告 他就安心了 我们看一下诗篇37篇 诗篇37篇第5到7节 我们大家一起念一次 5节 预备起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 并倚靠他 他就必成全 6节 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 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 第7节 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 耐性等候他 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 和那恶谋成就的 心怀不平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真言第三章 真言第三章 第5节 预备起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 第6节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7节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要敬畏耶和华 远离二世 感谢神 这几节都是我们很熟悉的 就是亚撒我们要效法他 他一旦祷告以后 他就安心 就交托 所以我们刚刚念的 诗篇真言告诉我们 祷告以后呢 你就要会交托 放心了 然后呢 就要安静的 默然就是安静的 等候 而且等候不是只有等 要有耐性的等 所以他是有程序的 我们先祷告 然后就很放心的 交托了 祷告以后你就交托了 然后你就很放心 放心以后呢 你就安静 默然的 要安安静静 然后就等候 然后就专心在那边等候 仰赖 看神 神的旨意如何 不要祷告以后 还心怀不平 为什么他这样 为什么神这样 那个就是心怀不平 我想我个人有时候 就是会陷在这个毛病里头 祷告了 交托了 也知道说要等候 可是在等候的当下 开始心里头就很气 为什么别人这样 为什么这样 对方可以这样 那个就是心怀不平 可是 这个亚撒 他都没有 他就是很 很诚心实意的 所以就让我学到说 不只默然等候 专心仰赖 很重要 不要心怀不平 别人的路 别人怎样 那是神 他跟神的事情 你不用去 去替他烦恼 不用在那边打抱不平 那是神的 神会处理 那样你才能够真正的安静 才能够真正的耐心 才能够真正的 专心来仰赖 所以我想这是 我个人灵修 很想达到的一点 但有时候实在是 非常的不容易 我们很容易 心里头 嘴巴不讲 但是心里头会 去跟人家比较 他为什么可以比我好 他为什么 有这么好的运气 他为什么这样 很多的为什么 所以这样子的祷告 就没有真正的耐心等候 就没有默然了 默然是要安安静静 很心平气和 不管怎样 你愿意 愿意等神的时候 所以呢 仰赖等候神 再来呢 这场真战是属谁呢 我们刚刚念的 为了神的名呢 他说这是你的战争 不要容忍来胜过你 他就一开始就 戒定 亚撒就跟神说 这是你的真战 不要让人家来胜过你 好大的一个帽子 就是 那好 既然是属神的真战 神当然不会 不顾啦 就像 那个 约书亚 他要去 征战的时候 神 就出现在他面前 来勉励他 然后他就问他说 你是谁 你来做什么 他说我是来做 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所以我们其实 都是神的百姓 都是神的军兵啊 所以在碰到很多 大征战 敌对骚扰我们 跟我们信仰 有极大冲击的时候 我们要认定 这是一个 属灵的一个 很大的征战 也许不见得说 都是那个物质上的 不是看得见的 其实是敌我 壁垒分明 其实是 属世属灵 一个很大征战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 赶鬼或者某人 某个小孩 他言行举止 很脱鬼 很悖逆 很桀骜不逊 其实我觉得 那都是有 魔鬼的做工 尤其在碰到 玄圣灵恩会 种种很大的 事工的时候 你会觉得 这个人怎么 一反常态 在很多上面 都很难沟通之外 就是让你的 觉得很不对劲 其实那都是一种 争战 圣经有告诉我吗 我们其实每天都是在 争战 不管什么事情 那所以我们在 祷告上 要求主耶稣 就说 这是属于你的 争战 求你来 为我们出头 来做我们的 元帅 不要让敌人 来胜过我们 我们是在你名下的 做决定的是你 我要照你的指 你的指示来做 就可以了 不是我做决定的 我是你 是因为是耶和华 你的 是神你的 你的征战 我觉得这样子就 神就必定 会听我们出头 再来 他与神的关系 神跟你的关系 因为他就认定 这是我的事情 就是神的事情 所以他能够 靠神来得力量 这个就好像 我们知道说 过去那个雅各 他 神跟他显现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一下 创世纪28章 创世纪28章 创世纪28章的 十三节 十五节 好 我们先从 创世纪28章的 十三节 开始 耶和华 站在梯子上 说 我是耶和华 你主 亚伯拉罕的神 也是 以撒的神 好 我要将你现在所 唐卧之地 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一开始 神跟他说 我是你的主 亚伯拉罕 也是你的爸爸 以撒的神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十五节 同样 创世纪28章十五节 我也与你同在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必保佑你 灵力归回这地 总不离弃 你 直到我成全了 向你所应许的 你看这边提到 都是神 他讲我 对雅各说你 神都是直接跟他讲话 没有再提到说 你的爸爸 你的阿公 没有 他直接说 我 你 我 你 刚刚我们念的十五节 一直这样子讲 好 再来看一下 二十八章的第二十节 二十八章二十节 雅各许愿说 神若与我同在 在我所行的路上 保佑我 又给我 食物 吃衣服穿 二十一节 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 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 好 感谢主 还有最后二十二节 后面一句话 凡你所赐给我的 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这时候雅各已经很清楚 而且他已经拉近跟神的关系 过去他不认识神 都说那个是我爸爸的神 我阿公的神 他竟不知道耶和华 所以以致才会有 十六节讲 雅各睡醒了 说耶和华正在这里 我竟不知道 所以他说这句话 表示过去 他跟神的关系非常的遥远 那个神 他晓得有这个神在 但是那是阿公的神 爸爸的神 所以他说神在这里 我居然不知道 就是因为太遥远了 跟神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 可是经过神跟他显现 跟他强调 我你我你之后呢 到二十八节 我们刚刚念了 二十节开始 他就跟神许 就说如果你与我同在 在我路上保佑我 我必怎样 我必怎样 这个距离已经近了 我想这是一个 我们在祷告中 非常需要学习的 也许我们过去知道神 但是这个神的关系 是人口中的关系 你只是听说封闻 但是要像约伯一样 要亲眼见你 亲眼能够体会到神 所以我们要拉近 跟神的关系 要直接我你我你 神也对我说话 是你我你我 要这样子水乳交融 所以要拉近 我想这都是我们在祷告中 自己要去追求的 那感谢主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那唱诗三百七十七首 三百七十七首 我这是你食语学习的 那你不是我 下次赴上卖 用备一样 就算了 我来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